完成了翻转操作之后 咱们要做一个resize的操作了 因为咱们用卡地训练网络的时候 咱们要保证一点 就是说咱们网络的输入大小都是一致的 在这里为了使得咱们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我让咱们的输入大小都是一个39x39大小的 我们用cv2.resize 就是说通过这么一行代码 把原来大小可能大小不一的图像 给它都固定到了一个39x39的大小的 那么下面这一步就是我要把咱们现在处理好的这个文件 装到咱们这个fimagines 我们看这是做了一个fimagines 就是说咱们全局的一个图像当中来 给它装到这里了 装到这里的时候还进行一个resize 就是说给它变成一个13939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就是说咱们卡币咱们要求咱们的输入什么 卡币给咱们要求输入 是一个四元组 四元组意思就是说 我们来写一下吧 有一个标个号 一二三四 一代表什么 一代表的是一个batch size 是一个batch 就是说咱们一次处理多少张图像 二代表是一个通道 就是说要么是一要么是三 你要么是灰度图 要么是彩色图 三代表的是一个h 你的图像的长是多少 长 都是咱们这样一个输入的 先是一个batch 然后呢 是一个channel 然后是一个h 最后是一个w 所以说这里啊 因为咱们一会儿啊 要用卡费训练这个网络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就先给它转换好这个格式 我们看 现在咱们还没有写batch这个东西 是吧 一会儿做hdf的时候啊 咱们就能看到这个batch这个东西了 然后啊 咱们现在把imagines 额判的进来之后啊 咱们还需要把landmark额判的进来 咱们之前做的什么 咱们之前做的这个landmark 是一个五乘二的格式 给它做成了一个五行两列的 是吧 这是为了咱们看着舒服一些 但是呢 输入到卡费当中来啊 你不能说是有一个五行两列的 你必须要给它拉平 给它整成一种向量的形式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给它reshub一下啊 还是reshub成一下 直接reshub成十啊 让它由五乘二变成一个向量的形式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啊 做了一个数据增强 咱们是做了一个反 这么一个反转的一个数据增强 那么下面啊 我们看啊 这里还有注视一些代码 注视一些代码 就是说你不光啊 可以做一些水平的这么翻转 你还可以做一些额外操作 额外操作什么 比如说啊 对于这个人脸来说啊 你可以对它做一些角度的变化 可不可以啊 给它旋转个正五度啊 负五度啊 负十度啊 正十度啊 都是可以的 你还可以啊 做一些rotation的变化啊 就是说做一些角度的变化 那么做角度的变化 其实跟咱们这个镜像的变化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只是啊 还有一点 就是说 呃 你这个图像啊 怎么旋转了 你这个label值啊 就是你这个关键点 坐标值 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旋转啊 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 有很经常啊 我也是经常犯这个错误 很多情况下 哎 就发现了 有错误 但是总也检查不出来 咱们先从数据的角度来想 你做了这个 对图像做了一系列变化之后啊 你对没对这个label 也做同样的变化 咱们要保证啊 图像和label始终是同步的啊 就是说 下面啊 这个就是做一些rotation的变化啊 这里其实一样的 咱们就不一个个说了 咱们接着往下说 嗯 接着往下说啊 咱们来看啊 接着往下 我们一看啊 就是说在这里啊 我们有一个f phase 还有一个en phase 还有一个em phase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 咱们把第一阶段啊 还分成了三个小部分 是吧 咱们怎么分的 咱们把第一阶段的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阶段 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全局的 一部分是眼睛和鼻子的 一部分是鼻子和嘴的 对吧 咱们来看 分成了这三部分 咱们是要把这三部分找到啊 这里呢 就是这个31 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眼睛和鼻子 眼睛和鼻子呢 因为原始的图像 是一个39大小的 我们认为啊 前面31 比如说啊 这个整个的h是等于个39的 那么在这一块呢 这上半部分啊 它是等于一个31的啊 也就是说 我们取上半部分啊 这个31就表示这意思 我们取上半部分啊 它当成咱们的鼻子啊 和眼睛这部分 取咱们这么个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啊 是从8开始的 比如说啊 这块是8 那么从8开始 就是从这个往下 取下半部分啊 当成咱们这个鼻子和嘴的这部分啊 咱们也可以把第一阶段 分成这么三个部分 其实啊 这么分一块麻烦了啊 但是啊 咱们也是给大家多说一点啊 就是说咱们可以这么玩 这么玩之后呢 对于啊 咱们全局的图片 咱们是这么做的 刚才给大家说了 全局图片 咱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进行处理的 那么下面啊 咱们对于啊 这些啊 就是说不是全局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flip是吧 我们这里传的就是一个 爱斯坦的nose 哎 我们也可以对这些 不是全局的图像 也做这些数据增强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啊 其实跟咱们刚才说的 对全局作为操作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化 只不过说呢 咱们之前十个坐标 现在是六个坐标 之前啊是三十九 乘以三十九大小的 现在是一个三十一 乘以三十九大小 代码啊 完全都是一模一样啊 咱们就不不一个一个 再去说了 其实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直接啊 往下跳 跳这里吧 我们看到 这是啊 这是一个复旧环理 刚才咱们说的 是复旧环理 对一张图像 一张图像这么来 那么一张图像 大家搞明白了 其实所有图像 都是这么个事 所有图像呢 都要经历这些操作 咱们来看 复旧环完了之后 哎呀 我这还真强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哦 我们看 现在就是一张图像 一张图像的 进行处理了 这个处理啊 可能稍微慢一些 咱们接着往下看吧 它这下面点跑它的 咱们说咱们的 咱们处理完之后 我们看 把这个Full Imagines 咱们这个 对于这两列 其实咱们就都跟前面 这个第一行是一样的 咱们就拿这个全局来说了 对于这个F Imagines 咱们先要把它 之前是一个例子的形式 咱们一个个额盘的进来的是吧 咱们为了操作方便 咱们给它转换成 一个南派额锐的形式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用一个NP.S额锐 就是说 把咱们原来的图像啊 和咱们这个标签 都转换成一个 这个南派额锐的形式 那么最后呢我们看 当咱们啊 做好了这个例子的之后 或者说 做好了这个额锐之后啊 咱们还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还要做一个 ProProSize 咱们来看 这块也很关键 咱们啊 进去来看一下 看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对咱们全局的图片 就是那个39x39大小的 咱们还要做一个 预处理的操作啊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预处理的操作啊 预处理的操作啊 首先 咱们先把这个图像 改成一个 Float32的形式 这个Float32的形式啊 也是咱们最常使用的 那种格式 很多深度学义的框架 都给咱们要求了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你需要啊 先把你的数据 转换成一种 Float32的形式啊 这个东西啊 已经成了一种 不成文的规定了 咱们也不多说了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对咱们的Imagine 做什么样的操作啊 咱们来看 现在咱们的图像的一个 每一个像素点的取值范围啊 是从0到255之间的 对吧 这个值啊 都是几十啊几百啊 咱们来想 咱们需要对这些东西啊 做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啊 一个最经典的操作 就是说 咱们需要对这个图像 进行一个解密 除上一个方差 哎 不知道大家 属属于这个东西 咱们经常啊 咱们现在运行一下吧 边运行来看 首先啊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图像来说 我算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对于每一个图像来说呀 我都先算了 它的一个均值 我们看 这个M 就是它的一个均值 啊图像当中 哎 为什么这个均值是一个呢 因为啊 咱们现在是一个灰度图 它只有一个通道值 所以说啊 它先只算出一个均值 然后呢 均值啊 咱们还可以算一个方差 是吧 有了均值 有了方差之后啊 咱们一般来说 咱们需要 对咱们这个当前这个图像 做一个减均值 除方差的操作 也就是说 对它做这么一个 标准化的操作 这个东西啊 是非常常见的 咱们得预处理啊 我们来看啊 现在Imagins 我们看 现在的一个值啊 它是不是说 它是有正有负的了 而且来说呢 它的一个值的取值范围啊 哎 都是一个比较小的 一个取值范围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做了这么一个 预处理的操作 对于每张图像来说呢 都进行一个减均值 除方差 这么一个标准化的操作 那么咱们 直接来运行一下 哇 这个东西很慢 好 这就是咱们预处理 这个Purpose Size的一个函数啊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Purpose Size完之后啊 咱们要做一下什么事啊 咱们还要做一个 Shuffer的操作 我们来看啊 咱们进去看一下 Shuffer的操作呢 就是说 咱们刚才啊 是按照 咱们这个TST 给定的顺序 来一个个读的 那么一般来说啊 咱们给定的顺序 读完之后啊 咱们需要做一个洗牌 就是说啊 让它的顺序 做一个打断的操作 那么这个东西啊 也是咱们 呃 不能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般啊 咱们都会做这个东西 那么这里啊 咱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里咱们要洗牌的时候啊 要保证一点 就是说 你洗完牌之后啊 你的这个Label啊 和你这个图片啊 要能对应的上啊 所以说呢 咱们有一个 Random.getState啊 这个Random.getState的意思呢 就是说 诶 我这个 呃 我这个样本啊 顺序是按照 你这个模式进行洗牌的 我Label也是按照 你这个模式起牌的 要保证啊 你这么Shuffer完之后啊 我这个Label 和我这个图像啊 它俩是一一 还是能对应上的 那么这个啊 是对咱们FullImagine 对应了这么样的操作 那么其他啊 对于这个 嗯 Ice and Nose啊 这个Imagine 也是这样 这么进行一个操作 我们看 这是比较慢的 我把这个注释啊 给它取消掉 然后啊 这些咱就不看了 咱们来接着往下看 咱们这些啊 就是说 做完预处理 洗完牌之后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 已经把这个数据啊 给它都做好了 做好了 这个数据预处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就该生成 这个HDF5了 咱们来看一下 做好了这个数据之后啊 嗯 前面这两步啊 其实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吧 前面这两步就是说 嗯 因为啊 咱们这个第一阶段 要做很多 我们直接来看吧 在这里看吧 我们先来看 哎 不是这个 是一个 MyData Set 有一个MyTrain 在这里啊 咱们一会儿就要做 这个HDF5文件了 因为咱们要做 不同种HDF5 所以说呢 嗯 前面这些代码的意思啊 就是说 要指定你这个 制作HDF5啊 存到什么位置啊 这些东西啊 没什么 没什么可讲的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路径啊 把这个稍微改一下 就好了 我们看怎么制作 这个HDF5啊 制作HDF5啊 很简单 Waze啊 咱们用Waze H5PY 就是咱们刚才 导进这个 H5PY这个包 再来看一下吧 就是这个东西啊 咱们之前啊 导进来了 WazeHDF5 我找一找 WazeHDF5 File 咱们把这个File啊 给它打开 Aoutput的这个地方 打开SH5 然后呢 咱们就往这个 打开的HDF5里啊 写一些东西 咱们需要写什么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 Data和Label 写进去 是不是就完事了 我们看 H5Data等于 咱们这个FullImagins 我们注意一点 一定要是Float32的形式 这点很重要 Data和Label 都要是Float32的形式 这点大家可能容易忘 这里啊 一定是一个Float32的形式 然后呢 咱们往接着往来看 这是写这个FullImagins 咱们这么做 然后呢 这个Isean的NoseImagins 也是这么做 然后呢 下面这个也是这么做 是吧 那么最终啊 咱们就完成了这个代码 咱们实际的运行一下 看一看能不能产生这个东西 我们看 现在这块 是不是就是在产生 这些HDF5了 这怎么 然后呢 对于HDF5的产生啊 咱们要同一阶段 做两件事 也就是说 咱们要有Tune的HDF5 还有Test的HDF5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要做两种数据源 一种数据源 是咱们训练所用的 一种数据源呢 是咱们测试所用的 咱们要把这个Tune 和HDF5 和Test的HDF5 都做出来 咱们等到运行完一下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制作完的一个结果 怎么又给我停 应该啊 马上就会完事了 这个之前断点啊 打的太多了 它都走走停停的 我们看 现在就在做Test的HDF5 马上应该就做完了 量还不量啊 并不是很大 一会儿就做完 我们看 之前咱们这个Metron里 是空的 对吧 现在呢 咱们做完了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阶段的 三个小东西了 Fu的HDF5 还有EN的HDF5 还有这个 Nose and Mouse的HDF5 咱们就看这个Fu就得了 对于这个FuHDF5里啊 我们看 这有个Test的H5 还有一个Tune.H5 然后呢 咱们做完这两个HDF5之后啊 咱们需要啊 把它们两个东西啊 写到一个TST里啊 这个东西啊 是Cafe的一个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吧 打开这个Tune.TIT啊 现在做完这个H5之后啊 我这个有点卡 这个Tune.H5啊 我们看 这个Tune.H5TIT啊 它里面就是指定了 你这个Tune.H5啊 在什么样的位置啊 咱们还需要把这个东西啊 稍微指定一下 那么这个Tune.TIT 以及Test.TIT啊 是咱们这个 代码里啊 最后写的啊 就是说 最后又写了一下 你这个Tune.H5啊 和Test.H5啊 分别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这个 就完成了 咱们这个第一阶段 也就是说 咱们第一阶段 一个从全局去 去预测咱们关键点的 一个数据员的制作了啊 就是说 一张图像来了 哎 你要从这个全局去预测 你五个关键点 每个关键点坐标 咱们现在把数据做好了 这里啊 再给大家叨两句啊 就是说 做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两点 就是说 首先咱们做的是什么 咱们做的是 咱们这个关键点啊 相对于 咱们这个框的一个位置啊 注意 就是说 这一点一定要大家注意 咱们做的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一会儿呢 咱们让网络预测啊 网络预测 也是预测出来 这么一个相对的位置 那么 咱们到时候啊 预测完之后啊 咱们其实还是要进行一个 还原操作 那么这个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然后呢 在咱们翻转的时候啊 咱们不光要对图像进行翻转 Label啊 也要进行相对翻转 那么最后呢 咱们调这个HPY H5PY啊 直接通过这个H5PY这个东西啊 调了点Fail 咱们做这个HDF啊 就OK了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把第一阶段的这个几个HDF的数据源 都也做好了 那么下面 咱们就可以来利用这个数据源啊 来玩这个网络了 咱们再来玩